我们一直相信世界的前进方向是科技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不断创新 在不久的将来 自动驾驶就会如同当年智能手机的普及一样 迅速而势不可挡 如果自动驾驶时代全面来临 交通业会产生哪些改变 首先不得不谈的是司机这个职业 以驾车谋生的人会遭遇一次巨大的失业潮 他们或者转行或者向职业高端发展成为赛车手 其次汽车行业会出现新的商业模式 共享自动驾驶汽车 极有可能像今天的共享单车一样普及 这又势必会影响到汽车市场本身 汽车生产商无法避免地降低价格来促进销售 并且会革新汽车本身 最后只留下最适合消费者的车型 由于自动驾驶的智能性 会急剧减少对交通管理人员的需要 创新这个职业极有可能在未来会被淘汰 自动驾驶的全面普及除了影响出行之外 还会影响到大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一个要谈的就是医疗卫生行业 由于自动驾驶的智能性 会在极大程度上减少交通事故所带来的人员伤害 与此同时减少医疗开支 保险行业也会受到剥离 当前汽车保险占占据了保险行业的半岭江山 随着自动驾驶的全面普及 保险公司可能要不断寻找新的保险对象 共享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 会极大的降低停车场的数量 增加土地的利用率 外卖和快递行业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送货上门的外卖小哥和快递小哥 只有可能被分割成自动驾驶汽车送货 汽车人上门 虽然目前感觉上述想法仍有些遥远 但当一向具备颠覆力量的新技术来临的时候 社会会很快地接纳和消化它 当自动驾驶全面普及的时候 会极大的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